感谢大家今天再来 听我谈一谈自己的作品 上个礼拜 我觉得感觉上 感觉沉重了一些 我们希望这个礼拜 能够稍微轻松一点 OK 我们从 革命尚未成功开始 其实这个是用孙先生 开了一个玩笑 其实现代的妇女 大部分都是职业妇女 所以其实有些家务 大部分家务 如果都让女性来做的话 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所以我选择了走入厨房 去煮饭烧菜 在小朋友还小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分工 其实很好 但是我知道 其实很多的男性朋友 或者是甚至女士 都不太能接受男性走入厨房的这件事情 但是事实上 我们的社会也改变了很多 慢慢的这个 也变成了一种常态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其实那个君子愿爆厨 并不是叫你不要去厨房 而是指的你不要没事在那个厨房外面转 你听到那个 闻到那个厨房煮菜的香味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没有心去做正经事 我想这个是原来君子愿爆厨的意思 不是叫你不要进厨房 乌江 司马迁把这个项羽写入了本纪里面 他是视他为一个帝王 难怪姓刘的会不喜欢司马迁 那么当然最后 他当初带着八千子弟兵离开了江东 那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回到江边 其实到了江边的时候 艇长划着船来了 跟他说霸王我们回江东 我们可以东山再起 但是他拒绝了上船 最后的一意 他杀敌百石 被创数十 他自己也受了重伤 然后最后引刀自问 所以 这个一代的霸主 一代的霸王 戏剧上有行 他最后的一幕是 烈旗下魂归故里 这个 其实是一个悲剧英雄 有时候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 小说家 施奈安的水谷传 他塑造的这个故事 把武士兄弟 其实武大郎跟武松 他其实分别代表了 男性的两个极端 外表能力的两个极端 偏偏潘金莲是绑在武大郎这边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的结构 从一塑造开始 潘金莲就被注定了 他是要往武松那个方面靠 所以他的评价 他这个人物的悲剧 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 这种张力在文学里面 我们必须说 这个小说家实在是运用的 非常非常好 让我自己轻松一下 2003年 其实我40岁 有一天我在 我们那时候有报纸 有一天我在报纸的方块上面 读到了一则故事 他写 那个老鹰 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他的羽毛长得太过厚 他的爪子也顿 那他非常有困难 要猎捕食物呢 也不是像以前那么的爽利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飞到一个悬崖上面 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在岩石上呢 把自己的羽毛磨掉 然后呢 用他的嘴把自己的 爪子上的指甲给拔下来 然后经过了一段的这个痛苦煎熬 等到他的羽毛长 长出来了 他的 利爪也重新发出来了之后 他又可以再度 翱翔天气 这个对 这个故事对40岁的我来讲 是一个很 很励志的故事 所以当时我把 这个方块就剪下来 贴在我的工作室的布告栏上 跟女儿 却我戒烟的那个纸条放在一起 不料隔日 报纸同一个方块 有一位中研院的学者 发表了一个文章 他说 前天 昨天那个故事 其实是假的 是直销业者为了招揽下线 或者是鼓励下线工作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假的故事 那 当头浇了我一盆冷水 我要有一个新的 幻想理想出来 不容易 但是三言两语就被人家戳破 这个就是40岁的音 反贼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清末的那个照片 那些反贼的照片 其实不是体格强壮 像是欺负人 或者是要造反的那个样子 老实讲 每一个都是骨兽如差 其实那些反贼都是农民 我们等一下讲到 太平天国的时候 我们再多说一些 这个是个农民套上了链子 那个反贼 就是那个样子 其实是很可怜 官逼民反民 不得不凡 我喜欢在作品里面制造一些张力 那么对雕塑的立体来讲 张力它如果在形式上 它可能有轻重的这种形成张力 或者是虚实会形成张力 那其实作品的内容 也可以形成一些张力 近几年 台湾在推销一些成品屋的时候 样品屋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让人拿一些战牌 站在路边 那这是我有一天 有一年冬天看到 那个父亲冬天很冷的时候 带着他的小孩 站在路边拿着战牌 一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父亲真的 真的很不好 可是我再一看 他的冬衣是穿在小朋友身上 当然这样子 我有别的想法 这样子一个画面 但是他的战牌 他的那个牌子上面 他推销的那个房屋 那个案子的名字 叫做荣华富贵 所以这个对比之下 他就有了一个 蛮强烈的张力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的状况 这是我看到 我的英雄 那个雄字 是狗熊的雄 我其实没有写错 这个是我对 在讨讨论跟英雄相关的一些主题 这个是刘关章 各位听我背一首诗 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滔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江山依旧在极度夕阳红 白发于桥江主上 灌看秋月春风 一瓢灼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赴小坛中 这个是三国演绎的 卷头诗 英雄其实啊 历史上的英雄 当然很多 但是没有比小说里面的英雄更多 最多的就在三国跟水湖 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 其实英雄退掉了 那个英雄的外壳 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 他很多人性的一面 那个是蛮真实的 我们举个例子 不一定真 但是我们举个例子 刘备看到赵子龙 把阿斗救回来的时候 竟然把阿斗丢在地上 这个实在不是一个 老实说蛮难理解的 最后阿斗扶不起来 那个可能当时就已经形成了 曹丞相 曹操父子曹培根 另外还有曹子 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产生 对建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力的人 曹操写了短歌行 清清止经悠悠我心 但未君故前云之经 当然这个文字 也许引自诗经的正风 但是他用得非常的好 那么还有人生苦短 丙烛夜游 这些都是在我们后来常常引用的字句 曹操其实是在三国演绎之后 还有戏曲把那个脸涂成了白色 然后定义为奸臣之后 这个永远无法翻身 那其实有些民间的文化是超过了历史的影响力 我没有要替他翻案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 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看起来不至于让人那么难过 让他好看一点 我很喜欢这件作品 他有一些特殊的趣味在里面 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元素在写 孔明在四川 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要进四川很难 难到出四川不难吗 刘备进入了四川之后 他如果要往东部扩展 他要不就是顺长江而下 冲出来 但是冲出来容易 冲回去很难 他要不走北边的建门关 我们近代 这跟我们近代发生的一些故事 其实非常的像 一旦你进入了一个孤立的地区 你其实老实说满南在 在有什么很大的作为 那四川是一个非常热的盆地 孔明在四川 我不相信他可以在 在城上辅寻 燃香辅寻 然后就可以空城记 轻轻松松的就退冰了 其实他非常的辛苦 他要筹划北 他还要安抚原住民 当然是汉流夹背 这里我用了一个 这件作品开始 我用了一个小技巧 就是木雕上色 然后把贴着背的感觉 跟皱褶 让他靠颜色来区分出来 这个面膜其实用的方法 跟孔明在四川是一样 轻松一点 面膜对很多男士 第一次看到太太在贴面膜的时候 其实那个视觉震撼蛮大的 那这是我刻的第一个面膜 各位 那个面膜的部分 不是贴上去的纸 是刻的木头 然后着色 我在2015年刻了另外一个面膜 这个面膜很大 我是说作品很大 那一样 在展览的时候 很多的观众从作品前面走过了 就觉得那个是 是没有多看什么 因为其实类似这样的 奇怪的作品现在很多了 当时我就在想说 可不可以请你们停一下脚步 仔细看一下 那个是我刻出来的 并不是我贴上去的一张纸 这件作品后来 现在还在高雄站 太平天国其实是困扰了 在清末他困扰了当时朝廷 困扰了19年 然后他的发生在1851年到1864年 红秀全死了 这个事情才算平定下来 故事很长 我们简短的讲 红秀全说他是 耶和华的第二个儿子 所以他比了一个二 那表现上这是一个 以宗教为名的革命 事实上呢 我觉得他更接近一个农民革命 因为农民革命 才能够形成一个 足以撼动朝廷的这种大朝 从以前就是这样 往往有的时候不是兵店 不是盗匪 而是农民 农民通常在一个 生活非常辛苦的状况之下 难免做出一些 跟着群众做出一些 非常跟平常不一样性格的 这个行为 这个是当时活不下去了 才会这样做 那我给红秀全戴上了 这个是走人枪 因为他是用西洋的宗教为名 而1861年 那刚好是南北战争爆发的时间 这个是西部 为国而战 这个我上次上个礼拜有提到 战争的主题 一直在我的历年的各展中延续着 但是时空的条件转换 有些不一样 那么我们对战争的感觉 或者是说我对于战争的看法 有的时候也不那么 也会有跟着改变 而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战争的作品会刻得比较直接一点 那后来渐渐的有一些转变 那这个时期我会把这个主题 放一些戏虐性的这种气氛进去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 当兵的这些男孩子们 跟我们当时所谓的保国为民的这个心态 也有了一些转变 也有一些转变 所以我把这个形象就刻得轻松了一点 然后烤鸭语刀 我做了一段时间 一些非常写实的作品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 当这个世界变平了 被手机打平了之后 被电脑打平了之后 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外的作品 自己会产生一些影响 还有这个时间我自己受伤 所以我去尝试用了一些手工刀 别的以外的工具 比如说电动的工具 或者是气动的工具 对于创作者来讲 工具有时候会直接 或者是间接的影响到 我们的作品 我相信在我身上 这个状况非常明显 那我们看一下细部 其实这个不是我着色 那刀子上面 我是贴了银箔 至于鸭子呢 我只是上了一层透明漆 然后用火烧过 其实它那个烤过烤鸭的感觉 就已经很明显了 像这一类的作品 我想要讲的是 其实这一类的写实作品 并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创作思想 这一类的作品的想法 也是一种其实很当代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这样子 人在作品上 这个作品上面 几乎看不到人的痕迹 我会这样讲 就是说这类作品 我们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会去量的 我们作者希望达到的目的 不是希望看到的人 觉得作者的功夫有多好 刻木头雕的有多好 不是 他根本就不希望你想到那些 他希望你看到作品的时候 就只觉得那是一件 一个真的鸭 或者是真的纸带在那边 其实这类的作品 美国作品 美国的作者像那个Tom Acker 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在里面 比如说后面的这些机理 这个都是用 气动的工具 慢慢的刻出来 因为工具的不一样 那类工具可以做 很深的这种描写 所以它适合一些主题的做法 东方娃娃 其实我这个作品的 索本是一个广东的富家的小朋友 小女孩过年时候穿了衣服 在这个时期我做了一些翻筒的作品 像这一类的作品 我其实有一些细节刻得非常的细腻 但是我还是拿去翻筒 各位如果有看过 湖北增侯以目出土的一些新铜器 各位就会发现 有时候那个精细的程度到 看到人会下巴都掉下来 这些其实我们很多的学者会认为说 推测当时用的是拖腊铸造的方法 那拖腊铸造呢 现在用的很多 那它可以相当程度的保留作品的细节 如果我用木头去翻制的时候 它到连木头的纹理都可以 清楚的保留下来 甚至我在木头上所做的这个 花纹 也就是绣的这些花纹 它不是非常明显 但是我们在翻筒铸造的时候 这些细节也通通可以翻得出来 毛衣 我母亲的编织的手艺非常好 这个是用我妈妈的编着毛衣做的一件木雕 这个是木头的 这个是木头的 这件作品也翻筒 各位可以看一下细部 那这个也是就是毛衣长什么样子 你就照那个样子磕 那系统工具有时候再处理这一类的细节 很好用 这是背面 好 这个是翻筒之后的作品 翻筒之后我自己会再上色 跟传统的翻筒的作品不太一样 也许就做铜绿色 咖啡色或者灰色 那我是有在上颜色 所以其实翻出来的每一件作品可能颜色都不一样 那个毛衣可能是白色的 可能是蓝色的 绿色的 黄色的 都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希望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下面 下面的这个木雕的部分 其实这个是我画上去的颜色 因为保留很多的细节 所以它木头的感觉还是很强烈 2012摇身一变 你好 我是某某某 没错 这个是柯的大哥 我一直觉得纹身很美 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自己去刺 尤其有一些古典的纹身 像日本黑道的这个纹身 非常的精致 它们常常是整身都纹 然后有单色的 有这个彩色的 这件作品呢 也翻了铜 也翻成铜 那么 铜上色以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画的 然后这一部分 手表跟这个金链子的部分呢 我保留的是铜的原色 所以其实这样的作品 在一件的一件作品上 可以分 可以感觉出来 有两种材质 木头的材质 跟 金属的材质 这个是这一类作品 有的另外一种的乐趣 趣味的地方 其实很有意思 这个是作品的背面 很精彩的服饰会 他们在这些大哥们的这些文士的用了非常多 非常多 当时 过去服饰会时代大师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这个歌川国方 大师这些的 名画 他画了非常多水浒传的英雄 各个长得是强壮无比 然后面目猙獰 那些图案非常非常的吸引 可是呢 有一次我去洗温泉的时候 我真的在洗温泉的地方看到了赤裸裸的文生的大哥 结果那个场地里面只剩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都被吓跑 那 文生当然是很美 可是我在那边待了一个多小时 我忍着 我听他们的对话 最后的结论是 不是光是身体美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 这是抢劫 我想我不要多说什么 这是抢劫 这也是一个目标 各位不要误会 我真的不是要拿 这个速食店的 指代来消遣他 这个是 翻筒之后的作品 只是呢 我必须要说的实情是这样 我当时为了要拍一个照片 我找了非常非常多的指代来套 最后 真的只有 他们的指代 是合乎要求 可以完全套进去 然后眼睛挖了之后 刚好在那边 指代套得非常非常的恰当 真的不是故意要去 要去说什么 那至于说 这是抢劫 我是这样觉得 拿着枪子去抢劫 其实真的是欺负人 欺负人 人家没有办法对他怎样 这不是一个英雄该做的事情 十元二号 这个也是我战争系列的主题 那 我当兵的时候 我们是步兵 步兵就是靠两条腿一直走 我觉得非常的辛苦 其实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地方 然后我们有非常便利的密集的交通网 所以其实在台湾 我觉得我们部队应该配备一些地方装备 比如说滑板 这个如果每个人都配备一个滑板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快速运动 这些需要 配备一个滑板 不需要太多钱 我们少买几颗飞弹 可能就可以全军配备 我觉得 我觉得国防部 真的可以考虑我这个想法 虽然它有一点玩笑性 但是是我认真考虑的 各位看到这个作品 其实它的原名是 飞行的胖子 但是我一个设计师朋友 看到我写的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说 对不起 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这个会得罪很多人 可是我 我自己一直不是这么想的 我因为我原想 原先构想的 就是一群胖子在飞 我觉得那个情境是很疗愈的 那它是一个很轻松的 大家不需要往体重方面 那么的琢磨在那一方面 其实他有看到这个 其实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作品 它的造型啊什么 让它感觉非常舒服 我一直觉得一群胖子在飞 看起来是很疗愈的 我还是要这样强调 霸王别姬 张国荣演过于迹 但是呢 太斯文了 太漂亮 清末名出的戏曲 有很多在台上表演的是反串的 这些角色 由男性来扮演这个女性的角色 我常常会想 那这个如果是一个平常男子 这样子经常在台上的反串 会不会对他心里造成一些什么影响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看 是不是也有很多人 当他在台上反串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是在扮演真正的自己 我相信有些人是这样 我仍然不想把这个画面做得太漂亮 因为去扮演的确实是男子 他会有一些比较有能有角的轮廓 他的手也不会那么细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在当时 我想从这一件作品 我想在这件作品是2010或者2011的 那其实 那个时间 2012我父亲过世 然后我50岁 其实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觉 我的人生应该 我的创作也该进入下半场 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在那一个当儿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文化在快速的变化当中 数位的这个科技开始 以一种非常惊人 非常惊人的速度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那我开始做了一些集成才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跟我过去的作品 非常的不一样 从形式看 他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根本就是两个人作品 怎么突然间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但是我会说 其实对我来讲 可能差异没有那么大 我一直自己 期许自己是一个 所谓的社会观察型的作者 我那个观察社会转变的那一种习惯 仍然是反映在我的作品里面 并没有改变 那这件作品是我 我要说集成才 所谓的集成才 就是用很多小的材料去拼成一个大的体积 然后开始进行雕割 那么第一件这个作品呢 其实我就已经确定了 我要表现的那一个风格 就是我希望能够把那个数位的感觉 把它表现出来 因为数位也是用这种小的 我们讲那个荧幕上的画素 其实也是一个小方块构成的 那么这些小的木头 跟那个小方块形状 其实是一样的 我只是把那个平面 把它立体化起来 让大家觉得 可以感受到那一种 一个新的视觉上面的效果 所以在2013年解散集合这个各展里面 就开始出现了几乎都是这一类的作品 我必须说这一类的作品 我们为什么会做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是 当我们做木雕创作 我们的材料 这种比较大的体系的材料 已经不容易取得 还有一个是我们也不鼓励再去磕那么大的木头 因为环境的观念 友善的观念 现在非常的风行 大家也认识到 森林对于我们人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转变 可能是利用一些比较小的材料 去做成我们想要做的大的这个作品 其实这个方法在 不管在欧洲 美洲或者是在台湾 这些这个做法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 比如说30年前台湾的木雕家 蔡根老师就已经做这样的东西 只是我们的后来的表现不太一样 他做的比较抽象 那我把这个方法用在了其他的方面 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这个做法有很多 它独特的优越性 那慢慢慢慢的我会放在这个作品里面 当然这个转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的 比如说像这个浇水的这种实验 拼接的方法 其实这个做法 比一整块的木头来刻 它要更花时间 因为有很多拼接 还有计算的过程在里面 秋天的潮 这个是我用女儿做 模特的做的一刻的一件作品 我会说这个 集成台的做法 它有一些 因为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木头的组合 所以它在组合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表现作品的这个动感上面 它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先天的条件 那还有一点我想要想要说的呢 是 集成台这一类的作品 跟我过去的作品的产生的过程 是完全不同的 我上次有提到过 我在准备个展的时候 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推演的方法 比如说辩证的方法 我可以非常迅速的产生 非常多这个文字性叙述的题目出来 然后再由文字去转换成图像 可是呢 集成台这个做法是刚好相反 它是完全从形式出发 它的 所以我在产生作品的那个过程 通常是由图像先产生 因为由图像产生 然后才去考虑一些 比如说给它想一个名字 或者是什么 那我喜欢用这个贴起来 这个扶起来的 扶贴的这些木块 这些木块中间都有做木钉 这些木块呢 在产生一些 我喜欢用它来描写一些 比较抽象跟空虚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魔术师 他是在用念力去表演他的魔术 各位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是我在 不是我原来设计 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各位如果愿意的话 各位可以盯着画面里面 那个浮动的方块 你盯着它看一下 然后你会觉得那个方块 那些方块都浮起来了 仿佛跟那个人脱离了 脱离了感觉 不管在照片上 或者是在 作品的实际的作品上 我们如果盯着看 那个木块看的话 常常都会产生这样子的 错觉 这个并不是我原来的设计 这个是刻好以后 自然产生的一个效果 那有些 有些效果 确实是如此 那 创作就是这样 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有一些 结果是你无法预期 那你无法预期 就会产生一些惊奇 有些 有些时候不光是对观看的人 产生惊奇 我们自己 创作者也会感觉惊奇 好的 那么 这边穿插了几件作品 是我在做这个集成材的材料 作品这个中间 刻的几件作品 其实 创作是这样 有的时候 你在进行着一个计划 可是呢 突然起来 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突然产生的想法 会来牵动你 你会脱离一下 你原来的计划 出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 跟这一类作品 跟书法有关系 这个 这类作品就是 对我来说 就是这样 才生 随着中国的崛起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欧美这种时尚的发表会 比如说像是时装表演 那设计师会把很多的 东方或者说中国的元素 放进他们的设计里面去 那我看过一些 比如说把顶 直接放在头上 然后去走秀这样的表演 其实 有一些看起来不错 但是有一些看起来 很勉强 那其实我对 我在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想发展跟文字 用文字来发展的雕塑 那所以这个时间 所以产生的一个连结 联想是 那如果说我们把文字的东西 跟时尚的东西相结合 它会出来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我 这些作品大致就是这样的表现 其实我不是在 和美丽的古代的女子 而这一类作品 它其实是跟时尚有关系 其实这边写的 这个文字 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够看得出来 这边我是 这个作品叫做墨色 那么我是希望说 用墨来形容女孩子头发的 那个又黑又亮的感觉 所以这边我写的一句 是跟墨有关的这个句子 这里写的是漆 油漆的漆 漆黑 明 亮 脂 这个是脂肪的脂 油脂的脂 润 润滑的润 松 香 我觉得 朋友们不用勉强自己 要去看懂这个 这个行草的字 其实这个文字 它对我创作的来 是比较有意义的 因为我需要一个 一段文字 去把那个 书法的感觉表现出来 所以 观众们只要能够体会得到 那个是书法的线条 感觉上大概是 我们使用的文字 这样就够了 我并没有要求 大家要看得懂 其实那是不重要的 各位也不用强求自己 这个是 这件作品也翻成同 所以它 我这个是 从上色以后的感觉 那我可以做一些 很大的 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上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花纹等等 日光月色 它同样是一个 这个时尚的结合 他的手正反 代表阴阳 那么身上的服饰 是白色跟黑色的 黑色的搭配 好 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是 旧 夜 边 缘 一个人 行 走 各位不用强求 你一定要看得懂 这个我再说一次 这个文字是对我来讲 有意义的 我需要一个 一段文字去引导我 做出那个 产生一个 有关键性的装饰角色 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的背后 这边是日光月色 这件是一个 其实这件作品是 是一整块木头雕刻 雕刻成的 那所以其实很 很花功夫 因为我要 镂空很多的 很多的部分 其实这样的作品 也不是原先就想好的题目 像我课完当时明月在的时候 还没有去课 那个中间的文字 它在月光下 让我想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词里面的句子 当时明月在 曾照采云归 我上次也有提过 这个我蛮熟的 一个一缺词 这件作品 其实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 线条都很简单 很简约 其实它有它的味道在 OK我们又来 又来再来看一下 能不能看得懂 当时 明月在 还是要说 再说一次 各位看不懂是应该 对不起 这件作品的字就更多 那个身上秘密 你妈妈的都是字 木材是一种温润的材料 它本身具有 纹理 还有香味 对于我 我们作者来讲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非常 深刻的这种 氛围是我们在 工作时候所能够独享 比如说木材 很多的 不同的木材 有不同的香味 那其实我们在 工作的时候 是一种 是一种 很大很大的享受 那比如说像 这样子的一件作品 这是一个 辽国香山的 合成的作品 那它的 它的纹理 非常的漂亮 我们自己在 在做的时候 都蛮感动 那这上面写的字 我还是说一下 云中谁寄 锦书来 燕自回时 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 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这个是 闲愁的一个 一个画面 那感觉上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 这个 时尚杂志的 封面 连设计 连摄影师 在拍照的时候 都把它拍出了 那个味道 其实我要的 就是这样 我要的 就是这样 让文字 跟时尚 作业结合 其实我只 我这样的作品 只有三件而已 其实并不多 2019 我们格式化 然后 我又回去 磕 几层材的作品 我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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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去 创造一些 这个 这种做法 它所 特有的 视觉效果 比如说 再见 一只手 破碎 它在 它在空气当中 慢慢的就 模糊 跟我们 挥手 再见的 那个 感觉 试图去捕捉 那样子的 画面 跟想象 别离 1949 这个是我 这也算是 战争系列的 作品 之一 那么是用 集成才的方式 来表达 我们 父亲那一代 其实那是一个 国家 一直在 处于动荡 当中 他们的生命 是非常不安 非常不安 人们好像也 习惯了别离 习惯了别离 家人 朋友 情人 往往分手在 一个一个 生命的渡口 然后一转身 就是天涯 那幸运的呢 可以等到 再重逢 那更多的呢 是其实 是抱着遗憾 一生都无法回家 我想提管管 但是太 太沉重 OK好 捕手 呃 其实我自己 有一些 特殊的 癖好 我虽然 刻了很多 写实的作品 但是我对于 几何的线条 却非常的着迷 其实 我常常在 呃 写实的作品里面 做 做这种水平 跟垂直的安排 一些几何的线条 那其实这个发生的作用是 作品可以看到它 感觉上它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稳定 如果我不是需要一个 有动态很强的作品 这种稳定的作品 尤其是在立体作品里面 它产生的那个量感 很大 产生的量感很大 所以东西会感觉上 重量很够 重量很够 那捕手是 也是集成材的 做法 这些作品也 也不小 也不小 那 它 我用这种 让浮起来的木块 去表现那个 动感 不过这边各位看到的 面具 有必要提一下 面具其实是 一整块木材 磕好以后再装上去 因为集成材这个做法 它确实它结构上面 它 能够负担的有限 它毕竟不是整块材料 所以它在刻这种 真正非常精细 像这种条状 格状这样的作品 它的结构能力 是没有办法撑起来的 所以 像这一部分 还是另外 刻好了 整块的木头 然后 安装上去 浮钱 我刚刚提到 我一直在 试图去找一些 跟 能够非常适合 这种集成材 表现的这个主题 那种形式 比如说 在水里面 这种 在 在播光电焰当中 那个身体 好像溶解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这边 像是吐出来的 我们吐出来的泡泡 是去模拟那种视觉 是模拟那种视觉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是2010年 我刻的另外一件作品 叫做敦目之旅 这边所要讲的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作者 有的时候 作品的发展 不是 一下子就到位 那又有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 倾向于 喜欢表达某种形式 其实这两 这两个 这两件作品 各位看出来 其实有一点像 有点像 那 其实先刻了 敦目之旅 然后才出现 浮潜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修正了 我做了一些 其他的改变 所以作品 感觉上来 感觉起来 浮潜会更 成熟一点 所以其实这个是作品 一个很 对作者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 正常的发展过程 我可能刻了很多很多 相关的东西 那最后出来的一个 我要的感觉 我们也愿意这样做 我们去尝试很多 很多种发展的可能 然后其实我们只是 为了最后那一件 目标 目标作品 这是一个蛙人 那其实这个作品 我蛮喜欢的 它几乎放在任何角度 任何角落 它都非常出色 都非常出色 这么说自己的作品 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 这个是网路上 最受欢迎的一件作品 西洋旗 我比较晚静的作品 我选择用 美西侧博 来作为材料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静 特型 美西侧博像这一类的木头 它的浅色材料 跟深色材料 色差非常的大 那因为我们这种集成材 它本来就不是一块木头壳的 所以我会希望利用这一种 戏剧性的反差 制造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效果 这是我要的 我就是要它感觉上一块一块的 像画素这样 所以这一类的材料 被外国朋友称为 pixelated with sculpture 如果各位愿意去打的话 出来大概都是我这一类的作品 他们给它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那另外还有就是 美西侧博 它是一个年轮非常宽的材料 所以它会产生很大的花 那这种花在我在雕刻的时候 我有特别利用 比如说这种花要安排在什么地方 产生一个特别的效果 那其实在我们在做事前准备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用电脑来出一些 每一层每一层 因为是一层一层的连起来 然后最后把它组合起来再刻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每一层都会出土 所以哪边要留下来这个空间 或哪边要留下来贴上的这个木块 我都必须先设计好 所以在拼组的时候就要预先留下来 所以拼组在这个工法上面 它是一个很耗时的 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刻一个四个月的作品 可能我花了一个月都是在拼那个木头 那另外就是 其实我想这样说 就是这是一个趋势 我们甚至可以说 再过几年 这种集成材的雕刻会是木雕的主流 因为大家整个的环境的观念改变 大家真的对于去开采跟雕刻那种巨大的神魔 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反感 所以我们木雕制造主要怎么样回应这一个问题 那个是我们是会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方法 那组合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法 那但是这个方法不是很多人在用 那么我们也在开发当中 所以其实有很多技术上面的问题 我们是在慢慢的克服 比如说光是一个胶 一个胶 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胶 光是讲胶可能就是就可以讲很久 我自己必须节制一下 那个讲了会变成非常技术性的东西 那当然 教我们无法保证它不会裂 那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要要求作品要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都不会烂 那这类作品可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谈到的数位保存 不管是画或者是立体的作品 我们现在扫描的技术非常的好 那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是这种扫描的技术 可以把作品再现 甚至去做修补 所以保存的问题到了 到了再过一千年 我觉得那个可能大家都不会再去那么的再来 因为有了数位的保存 要大可大 要小可小 要怎么改变都可以 OK我们最后回到西洋期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 真的被很多刺青的朋友们喜欢 就有两个朋友把这个图案刺青 刺在自己的胸口 然后把照片寄给我看 还有我的头像一号也被人家刺在左大腿上 滑呀滑 没错这个是手机 那个滑几乎都滑到了这个手机里面去 我们面对这个数位科技的发展 人类从捡起地上的石头 开始打至第一个石器开始 这是一个作为人的其中的一项定义 人会制造并且使用工具 但是数位的这个科技的发明 它甚至超过了蒸汽机 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影响 我们今天只要眼睛张开 我们就脱离不了这个数位的科技 所以对于有些人会一天到晚在滑手机 对于这种手机的使用 我们其实已经不能说 那个是一种偏执 或者是一种心理上面的毛病 为什么 因为古往今来的知识 文化 我们需要的生活的刺激 我们的娱乐 都被浓缩在一个巴掌大 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装置里面 我们过去的祖先们 我们的古人们 是绝对绝对无法想象 我们今天可以有可以办到这样 我们那么方便 有这样方便 我们只要手机在手 我们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所以难怪有人整天滑 整天滑 整天滑 都好像要融化到那个荫幕里面去 对 我刚刚讲过 我这一类的作品 都是从形式来开展 那么秦健这一件作品也是一样 我是先 感觉到 我们的 我那个木块跟 秦兵马雍的盔甲 那个味道非常的 非常的合 然后能够表现出那个盔甲 在空气中散掉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选择刻了一个秦健 我们讲一个题外话 其实秦健是我一个很有 我是说那个健 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题目 秦永 秦灵发现的秦健 有一些非常的长 比东方诸侯 在东方诸侯这些遗址发明 发现的这个健要长许多 甚至到 听说到90公分或者到一米 那是不是这样 秦军发展出了一个 他非常部战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战法 就是几次 兵器长一寸 就是多一分优势 但是他又不是像长枪那么长 背舞起来那么的不方便 所以这会不会也是 秦军统一天下的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就是 秦灵发现的剑都是青铜剑 其实没有铁剑 难道证明秦没有铁剑吗 不是这样子 秦有铁剑 那有两种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 秦的铁剑 因为秦在西方 他接触了西方传过来的 野铁技术 所以他的铁剑非常的胜过了 东方诸侯 那是他 妄霸天下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一种说法是 其实东方也有铁剑 也不见得比较差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野铁的这个技术 其实非常的 可以来发展出一个很有趣的 这种古代的故事 一个科技偷来偷去的这种 派间谍到其他国家去偷 这个野铁的技术 仿佛是偷到了一个 自身的科技技术一样 其实这个当然这个是我自己题外发挥的 洛雪 我又来了 这又是一个水平跟垂直的造型 那用在像洛雪这样的一个主题里面 这里是两只路斯在学里面 其实这件作品我很喜欢 它给人一种既温暖 然后又虽然它是落雪 既温暖 然后又蛮科技感的一个作品 其实它放在一起并没有什么违和的感觉 OK我们停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 我觉得我的很多作品 我的前面描写的比较仔细 可是转到后面 我会发现比前面还好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其实我们后面常常看到 这个单纯比较几何的造型 有时候我绕到作品后面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非常一个强烈 它跟建筑有着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有时候它像一个拱门 有的时候它又像是一个很新潮的几何建筑 像这件洛雪的背后 其实我觉得也蛮精彩 风声 这些浮动的方块 当我发现它有会产生一些 视觉上面非常特殊的这种错觉的时候 我把它用来 描述 描写一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声音 风声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耳朵 在产生了一些 那个glitch的那种效果 然后呢 那些浮动的方块 在前面运动 仿佛是耳朵听到的那些 那些声音 声音是空气的流动 鼓势着在捕捉那样的感觉 这样的作品 其实在展览的现场还蛮有趣的 这几乎是我要放的最后一件作品 少林 这个其实 这个作品在今年才 才执政完成 但是它的第一版 出现在 在2020年就已经做好 但是中间我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我们看一下少林的影片 没错 这是一件绘动的作品 因为作品是由小木派和棉河而成的 在结构上 它就已经存在能够运动的轨道 能够运动的轨道 我们看一下内部的状况 这是一个内部的构造 这是一块微电脑的开发板 它去驱动马达产生运动 然后这个是用强力磁铁 产生吸引跟相聚的力量 来产生的一个运动的原理 这个是它的底座 这里面包含了一些 比如说像晶片 电源 还有一些马达的控制器 风扇等等 这一类的作品 其实跟我原来的作品 已经相差很多了 我在这边要另外再多 多花一些时间来谈这个问题 嗯 有这样的做这个做法 其实跟有一次 其实是一个巧合 我看到学机械系的女儿的 在家里面摆了一个参考书 我就拿起来翻 它这个里面讲的是 Arduino 这个是2005年 意大利年发明的一个 因为女儿的这个教科书 让我想到 我可以把一些装置 装进木雕里面 让木雕能够动起来 让木雕能够动起来 其实我想做的 我不是想做一个机器 或者是一个装置 汇动的装置 我非常想做的是一个 汇动的木雕 我希望 这个作品能够表 能够仍然保存着 雕刻的 特性跟气质在 我知道 其实我在做这件作品的 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 我知道 有些人非常讨厌这样的东西 一种说法是 其实你艺术归艺术 科技归科技 不需要把两者 硬是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 所以 有来自 比如说 有很多网路上面提批评 当然这些 我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那这些批评 有的是说 像这样廉价的技巧 不能算艺术 这个是蛮严厉的 但是OK 这些我都接受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事情 也原来就是我预计当中 他会遇到的一些批评 但是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这个人类的文化 正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巨变 我们每一年每年产生的变化 都非常大 这个跟数位科技的产生 有非常大的关系 作为一个木雕的作者 我们当然可以 继续维持以前的做法 你有很棒的 铁铁铁的基础 你有非常精良的木雕的技术 你可以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作品来 依然让人抬头仰望 发出赞叹 但是 他好像已经不能给艺术 多加一些什么东西进去 那么在 在这个 这个丰富跟变化这么迅速的 这个世界里面 一定在某处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 放进这个传统的木雕形式里面 让它产生一些在 形式 甚至在本质上的一些变化 这是我 我非常 感觉非常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知道我今天能做 也许只是让东西 很简单的这样动动 但是我们怎么会 说不定过去 再过去几年 年轻朋友们 如果愿意接受这样的做法 可以做出更精彩的作品 我想也 那应该也是肯定的 那将来也许木雕家是 右手拿着雕刻刀 左手在用键盘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这些事情 也要 这样的作品 这类的作品要接受批判 那是应该的 但是呢 这样的做法总要有人去试 总要有人去试 那我希望 我们的将来 有更多的 朋友能够 去试这样的方法 而我也会继续做这样的作品 那么我也期待自己 未来能够有更好 更多的作品产生 那好 我们下来 看一下我们 最近的展览 一些小的短片 我们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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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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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是基因生理现象 没想到手艺也会 无师自通是上帝使命恩宗 千万别道天天物 一块原木对他来说 一块原木对他来说 不只是画布 而是传道书 一块基木对他来说 不只是细胞 而是生命剂 他用一把错刀 将虚拟的人工智慧 倒成肉身 他用两寸脚料 将无稽的数码未圆死里复活 我觉得这首诗实在写得太好了 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您的这个每一件作品里面 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您的赤子自信 跟你这个很细腻很细腻的思维 那我是觉得很感动 有一个人曾经这么说 他说什么叫做决定 他说在人生的某一个moment 我感受了我的命运 于是我决定承担往前前走 那么我知道您从高中时候 就已经决定成为一个艺术家 对不对 那么艺术这条路就是 大家都知道并不是这么豪章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决定成为一个艺术家 而且一直到今天为止 都是始终于一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我想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过程里面 都在试图了解自己 那高中是一个人 思想真正开始比较成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会分析我自己 我到底能做什么 我喜欢做什么 我最后决定是 我觉得我还是 选我想做的 想做的事情来做 我不是选我 单单选我能做 或者是我适合做什么 我选的是我喜欢做什么 因为我在联考的时候 我只填了六个志愿 我为什么后来会进人类学习 是因为我觉得 我想做艺术家 但是我觉得我先去 绕到别的地方去 学一些别的东西 我会再回来 我去吸收一些养分 这个就是弯道上面的 所截取的养分 其实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那我想我这个决定并没有错 但是我下决定要当一个艺术家 是在 确实是在高中决定的 只是我没有想要说 直接 我最后决定 不进入学院去学 而是选了我其他想念的六个志愿去填 最后进了人类学系 那其实进了人类学系之后呢 那些人类学系的东西非常吸引 也非常吸引我 那尤其是台湾考古学 如果我不是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话 我会非常想成为一个专门的学者 台湾考古学的学者 麦康英俊拉曾经这么说 他说雕像本来就在石头里 我只是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 那么塑像对于每个人来说 就是你自己 而需要去除的是外界的期望 那这把雕刻的枣子 是人格的独立 那我想艺术家 韩旭东老师 在他的雕刻里面 他已经表现了他的赤子之心 他的心意的思维 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 也都是在形塑我们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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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